歌手2018第十一期谁被淘汰了?歌手2018第十一期第一名是谁? 歌手2018第十一期谁被淘汰了? 网上的剧透,第十一期淘汰赛排名,第一名JesseJ,第二名华晨宇,第三名腾格尔,第四名张韶涵,第五名汪峰,第六名霍尊,第七名玉可威 综合两期得票率,玉可威淘汰 目前能确定的是最后一期三个首发都进纵决赛了,玉可威淘汰,下一期所有的部位,踢馆和被淘汰首发参加突围赛 反正玉可威淘汰都得参加突围赛,还可以三场连着上 这周淘汰下周又来比赛了,淘汰也不影响啊,反正下期突围赛除了首发都得参加 如果硬性要求不允许歌手自己选位置的话,花花应该是倒数第一个出场,腾叔叔倒数第二个,倒三获尊 然后其余淘汰的抽签,其实玉可威的声音条件非常好的 看看这些年的,几乎承包了半数的OST 只是他的嗓子选歌可能不太适合竞技类的舞台吧 突围赛加油 名次不重要,唱得开心就好 歌手2018第11期第一名是谁? 歌手2018第11期第一名的是Jesse J,演唱歌曲是Christina Aguilar Reflection,作词,Matthew Wider David Zipel 突围赛之后便是总决赛了,便是要开始角逐出这一季的歌王了 不知道这一季的歌王又会是谁呢? 是我们的蒙叔腾格尔,还是一直实力不俗的华晨宇,又或者是我们的教科书演唱的杰师姐呢? 让我们静等节目最终的结果吧 跟网年节目相比,2018年的歌手嘉宾更多人,既有国际大牌也有乐坛新贵,甚至是灵明气新人 节赛制更加激烈,几乎每一期都会淘汰人 本周3月23日播出的第17节目中,歌手李全将遗憾告别,喻可为演唱飞鸟与鱼强势部位 郁可为的声音唯美浪漫,因此此次来到歌手的舞台,郁可为用最真挚的语言来维尼演唱 郁可为的声音唯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